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影《万恶城市》在全球创下票房夹击 相隔九年再推出剧集《红颜夺命》 荒莱屋影星杰西卡艾巴和米基诺克再度回笼 联手展开复仇计划 剧情描述《万恶城市》里 四个信封邪语的故事 电影以3D技术拍摄 搭配强烈的黑白色调 十分贴近连著漫画风格 两大金奖影星克里夫欧文和朱莉碧诺许 首度合演浪漫爱情片自画情缘 两人分别饰演怀才不遇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双双沦落到校园教书 因为理念不同 引发全校师生展开文字和绘画的辩论 两人也因此敞开心房 擦出爱情火花 大家一起联系 日本电影《佳露》 前往福岛灾区 拍摄当地居民的生活面貌 男主角松山炎依 饰演陶家的少年 在福岛核灾过后 独自回到禁区重建家园 让原本四分五裂的家族 逐渐找回生存勇气 在日本播出超过十年的推理剧《湘梦》 推出第三部电影《绝命拍档》 资深男星水谷风饰演的天才行警 与搭档前往太平洋孤岛 假借侦办离奇命案 调查岛上的神秘传言 电影延续日剧的高人气 加上剧情悬疑 影迷相当期待 中央社综合报告 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大型的实弹演习 最近在富士山脚下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 战车装甲车等各式装备精锐进出 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 也出动P3C反潜机和F2战斗机助阵 今年陆海空动员两千三百人 以岛屿防御为主题 模拟从敌军手中夺回遭占领的离岛 借此因应与中国大陆 南韩 以及俄罗斯的离岛领土争议 北韩和中国大陆近年来 开发核武和扩充军备 安倍内阁为降低邻国威胁 在7月底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争议 但有不少民众前来观赏军演 对这项政策表达支持 主任的自衛権容忍について どう思われますか 容忍し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 どうしてですか 国際社会の中で重要な立場にいる日本なので 日本だけ出ないというのも どう思われますか 私たちが来たから 静岡県自主からお越しの 安倍政権道はどういう評価ですか 僕は大好きです 安倍さんも いいな 这场军演吸引3万民众到场观赏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四五点也出席 视察作战演习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 首度实施大规模军演 展示日本军备实力 备受各界关注 中央社記者杨明珠 金刚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記者 雅加拿 蔚泰国麦菇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不让年轻偶像专门于前 台湾大叔组成的新宝岛康乐队 近期宣布推出他们的全新音乐专辑 团约成声尽管先前才闹出如厕不关门的反路争议 但他这回出片不改帅职风格 劈头就直言歌曲充满批判性 但他自认唱得比说的好听 希望歌迷们能支持他们的第十五张音乐作品 因为我们的国语都不是很标准 之前什么第五张 第数集 第九张 我们一直没有把 因为是康乐队嘛 就是健康快乐 我们一直真的很想用这个专辑来把台湾美化一下 陈生这回不仅出片开唱 还将挑战8月1号到3号 由李启元之导与主打歌同名舞台剧 《纯情天妇罗》的演出 不过要向来帅真大拉拉的声歌照着剧本演 可真是难为了他 尽管导演在演出空档 还偷了一段时间让他自由发挥 但他还是任性直呼 演戏真的管很大 比较大的困难是 他们告诉你什么 说什么话的时候要走到什么点上 这个比较困难 我以为舞台就是属于这个艺人 他所有的 他怎么可以规定我走到哪里呢 陈生认为 流行音乐终究是娱乐性的产业 创作者想说话想发声 他倾向透过音乐 把布满情绪画作软批判 希望大家能聆听分享 但不要曲解 给音乐人多一点关心社会的空间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黄军 台北报道 2014台湾文化节在多伦多湖滨中心开幕 刚履新的中华民国驻加拿大代表 令狐荣达特地前来参加开幕式 久仰这个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 这个办得非常的盛大 规模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多元 那么也是介绍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跟这个加拿大这种文化交流的活动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 我们很期待跟他工作 我们很期待继续 我们很期待继续 我们在加拿大和台湾 跟台湾 我们在往往 霹雳不带戏 超级弹珠游戏 茶道 花道和各种美食 都是台湾文化的骄傲 不过除了传统文化 今年还有点不同 华裔和当地人士组成的交响乐团 演奏多首动人乐曲 一首导演李安经典作品 《断背山》主题曲 感动许多观众 在9年里 我们从台湾从台湾的最高的艺术家 很多艺术家都不太熟悉了 但过去年 他们都变成了认识 和旅行到很多国家 今年台湾文化节主题勿忘我 抑制台湾虽小 但有独特的价值和传统 让世人难以忘怀 中央谢谢张若婷 所有轮够报导 男性朋友请注意 高丸癌虽然不算是一种常见癌症 但后发年龄在15到35岁或60岁之后 一名25岁男性 高丸电脑断层片上 出现不规则快撞物 因为男子摸到高丸变硬 就医诊断发现长肿瘤 确定罹患高丸癌 根据统计的话 只有10%的病人会出现疼痛 这个疼痛呢 通常是可能就是因为他有发炎 或者是他合并有 里面有出血 那么以至于这个 睾丸内的这个压力膨胀起来 那么就会觉得疼痛 一成病患透过疼痛发现病情 但有九成患者在癌症早期 不痛不痒容易忽略 男性在家应该做自我检查 若高丸有硬快 早期发现治疗 治愈率更高达九成五 美国癌症学会统计 20到35岁的高丸恶性肿瘤患者 每年增加1.2% 但目前高丸癌发生原因不明 部分与基因有关 医师表示 尤其唐氏症患者 罹患高丸癌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隐稿症者也有4到8倍 不孕症者也相对提高 医师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吴一零台北报道 菲律宾麦格塞塞奖 创立于1957年 每年颁发给亚洲杰出人事或组织 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 台湾的正眼法师 林怀明以及爱心菜饭陈述局等人 都曾获得殊荣 今年有5位个人以及一个团体获奖 包括中国大陆记者胡舒立 以及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网灿 颁奖典礼31号将在菲律宾文化中心举行 更多讯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